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广式的此字炒螺 把火打开 倒入我们炼好的葱油 葱蓉 放进去 把炸葱蓉的味道 爆出来 石螺我们提前已经洗干净了 石螺放进去 炸火把它的香味煸炒出来 炒香后 放入姜不用加水 我们炸入广东米条 炸酒能够清新增香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放入一点豆豉 放入一勺猪猴酱 再放入一勺桂林辣椒酱 继续开火 给它翻炒两下 放入一勺糖 最后倒入骨头汤 炸肉的骨头汤需要以螺瓷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大火 慢慢的焖它入味 当螺准备焖干的时候 我们就入一点 米锦鸡的旧装蚝油 试一下味道 放入盐水淀粉勾芡 最后再放入辣椒 沿入少许的花尾油 我们这款广制的纸汁炒螺就制作完成了 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纸汁炒螺主要就是葱香味和豆豉的香味 好了我们的视频拍摄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